三四名男子一下車就拿起木棍 對著鐵卷門和窗戶一陣猛砸 但這還沒完 因為後方的同檔竟然拿出小石子亂丟 一群人鬧沒多久就騎車離開 如此嚣張作亂 而這地點竟然還是里長辦公室 這群惡煞一副熟悉那種打碎的聲音 好像帶頭的就拿著木棒的指針 往下撕一下往進去 好像不要管閒的聲音這樣 這群惡煞一副熟悶熟悟 感覺就是有備而來 甚至囂張的在砸完辦公室後 還把犯案用的木棍留在窗戶邊 警告意味濃厚 趕快回來就是 那個木棍已經插在我玻璃上面 讓人家很驚訝 因為我是內湖的最底端 我們這邊也很少發生這種暴力的事件 大選結束隔天 辦公室就莫名被砸 里長回憶起前陣子敗票時 也曾遭立民辱罵髒話 今年是二度連人 實在笑容不透 會是誰下得狠手 我第一屆的時候 第一天晚上 我的前面那個露台 就是整個都被倒滿垃圾 里長常常被嗆笑 我真的搞不清楚是誰 好在當時已經深夜 辦公室同仁也都下班 才沒有傷及無辜 不過這種莫名的攻擊行為 真的是讓人無法接受 記者搖了一場隨歡 台北報導